河马找对象有多奇葩 让粪便多非一会就有对象 它们又是如何繁育后代的 河马在你的印象中一定是凶猛的 尽管平常都吃素 但河马吃起肉也是来得不惧的 即使是穿铠甲的鳄鱼 也难逃背面 就是这样的动物 在求偶方面却很奇葩 仅靠疯狂甩便便就能找对象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要说动物们每天都做什么 那必然是打斗 传宗接代 河马也不例外 不过河马社会是典型的女权 所以为了赢得女士的芳心 她们的表白方式相当奇葩 那就是愿文奇想 一个字 绝 雄性河马会把尾翼变成螺旋桨 让自己的详尽可能的多非一会 这在河马的世界里 可是男子汉的意思 飞得越远说明你越健康 更容易吸引女士们的目光 但河马毕竟是群居动物 每群至少都在20到30只左右 集体喷粪就像是爆炸的粪车 场面相当壮观 在经过自由飞翔的比赛过后 会淘汰一批雄性河马 而剩下河马翘楚们 就会展开最终的较量 他们会将嘴巴张得非常大 有的河马嘴巴甚至能开到直角 来表达自己的气势 在一番争斗后 最终的胜利者会占据更广阔的水域 以及得到雌性河马的青睐 靠甩便便就能找对象 河马求偶方式有多奇葩 河马体型那么大会不会把雌性压死呢 事实上 雄性河马的体重几乎是雌性河马的两倍 如果在陆地上做任务 这种重量还真的可能把雌性给压死 因此 河马一般都会选择在水中办事 一方面 水的浮力是可以将雄性河马的重量托举起来 这样就能减轻母河马的压力 另一方面在水中更安全 要知道 在非洲草原上除了河马 陆地上还有狮子 猎狗以及犀牛等动物 在办事途中一个不小心就会被打搅 所以在水里最稳妥 在交配时 河马大多采用背后的方式 但是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雌性河马一定会潜在水里 河马不会游泳 当然在水中也不会完全安全 它们在水中都是以游动的方式游走 并且它们在水中也不能呼吸 大概每五分钟就要到河面上换气 因此雌性河马在交配中 每五分钟就要换一次气 当然有些时候 雄性河马忘乎所以就忘记了雌性还需要换气 所以雌性河马溺毙在水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除此之外 每到夏天有些水域会干枯 这个时候河马就会打破原有的规矩 集体狂欢 这时候河马不必甩便便 相互之间可以自由恋爱 细细打闹 然后交配 靠甩便便就能找对象 河马求偶方式有多奇葩 又为何混成了冰威 河马普遍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湖泊中 据英国动物保护组织统计 现如今河马的种族数量大概有11.5万到13万之左右 这个数据还在下滑 而河马之所以大幅度减少 主要还是因为这几点原因 首先就是繁殖能力 事实上 河马在交配之后 雌性河马就会进入怀孕期 它们大概需要八个月的孕期 才能产下一只河马宝宝 相比较很多动物来说 河马的繁殖力并不强 这也是为什么河马会混成冰威物种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 就是人为的猎杀 要知道 非洲是原始部落最多的地方 有些部落的男孩子在成年的时候 需要猎杀一头河马或者是狮子 这样才算真正的成年 其次就是 利益的驱使 很多人对牙雕情有独钟 前有象牙后又有河马牙齿 或者是其他身体器官的交易 因此很多利益者会进入草原猎杀河马取牙 有些地方甚至是允许合法交易和狩猎的物种 最后一点原因就是 全球变暖导致河马栖息地退化 河马皮肤特别脆弱 经不起紫外线的照射 所以它经常白天躲在水域中 而随着全球变暖气候影响 导致水域干枯 这些无不影响着河马种群的生存状况 综上所述 动物们的择偶方式虽然比较奇葩 但也是为了将种族延续下去 就目前而言 河马的数量也在急剧变少 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一维保护动物 可能十年几十年过后 河马只有在教科书上才有 所以希望人类不要为了一己之私去伤害它们 尊重动物也是在与大自然和平共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积极留言评论 感谢观看